清朝的后妃分八个等级,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。 他们不论等级,都要早上五点被叫醒起床,然后由宫女服饰写术、梳妆打扮和更衣了。 说起,他们穿衣服的花色和佩戴的首饰是有规定的,皇后穿正红色,嫔妃按身份地位不同,自造红色,粉红逐步下降, 最后那些常在和答应,就只能穿一些素色的服装。 皇后可以使用凤凰、牡丹亚式的首饰,带两个锤尖的流苏,皇贵妃只能有一个流苏,其他妃嫔只能带不咬,嫔以下的只能带眷花。 大约六点左右,妃嫔们让皇后的带领下到太后庆宫请安,之后,皇后回到自己的宫里,等待众嫔妃一起来请安。 每天的请安有两次,称为晨婚定省,没有特殊原因是不可以请假的。 请安回来,就到了早晨时间。 从皇后到答应,每日供应的粮肉菜书数量不同,吃的内容也不一样。 早晨后便可以串串门,养花,逗弄宠物猫狗,做手工或看书写字。 第二餐,一般在十一点左右,之后是睡午觉。 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,是嫔妃们最喜欢的时光,可以打纸牌,或者陪着地后看戏。 下午五点,继续早上那一套请安。 随后,各宫也都会准备好糕点,看皇帝心前会去哪个宫,陪妃子吃吃点心,喝喝茶,聊聊天。 然后就是坐等皇上翻牌子,如果没有太监禀报,就自行打发剩余的时光。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 如果有皇上临幸运,则先到皇帝寝宫的偏殿,沐浴相训,之后由太监们用紧背包裹,赤身放置笼床上,从皇上被子的底部钻进去。 势必再从皇上的被子下方钻出来,由太监们背回偏殿。 除了皇后,谁也不许陪皇上过夜。 实际上,妃子们大多都会花心思研究,怎样引起皇帝注意,美容养颜,做女红,研究厨艺及提高自己的爱好和特长,以讨皇帝的欢心。 毕竟,这才是在宫中的生存之道。 我们在宫中的生存在边早上就是指南岳肉。 感谢观看